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很爆笑楚國的事情 每條都非常的舒壓 記得看到最後 首先帶大家來看這張圖說了些什麼 8月5號台灣島內超市已經出現搶貨 如果海空封鎖持續到8月18號 台獨分子就只有投降一路可以走了 因為島內物資儲備堅持不了14天 這明顯是小粉紅知識量不足 為什麼我們台灣最近會有一些爆買物資呢? 相信台灣人應該都知道吧 中原普渡啊 有信仰這個佛教道教佛道教的家庭 或者是有信仰的這個企業 他們都會團購 然後讓這個家庭成員或是企業的員工啊 去祭拜 但這樣的一個習俗啊 自從漢帝國就有了 你們小粉紅自稱是華夏兒女 所謂的中華民主連這個都不知道是嗎 你是不是魯華啊? 當然啊看到這邊小粉紅一定又會說 啊這是肉喜啊 首先啊在這個世界上 過任何文化的節日都是任何人的權利 只要對方沒有強迫我們去過我們不喜歡的節日 那都是他們的自由對嗎? 而你們信仰了偉大的黨 七十幾年的宣傳 一定要解放台灣 將勝利的旗幟插往台灣 七十幾年了呢 誰迷信啊? 連佩洛西來台後你們都可以找一對藉口同時信仰 你說到底有什麼比你們還迷信呢? 我們帶大家來看這條影片是什麼? 你看這個四川還是成都這個地方啊 前幾個禮拜被特色管理 欸現在好不容易解除特色管理 結果這些人都拿著黨旗還有國旗在那邊 愛黨愛國共產黨外債 你們這尿性真的就是一直是這樣 去年西安那個特色管理的時候 一開始也是一堆沒有收到物資 結果過了一陣子物資才來 然後就很多民眾在那邊拍影片有沒有 感謝政府感謝黨 你們被鐵拳真的是剛好而已啊 到底是誰迷信啊? 而且我可以很負責任的告訴你 不只8月會有大採購 9月正逢中秋前啊 還有一批大採購 你們就拭目以待吧 而且你要確定台灣人在搶購物資 你被確定耶 我剛剛看新聞是看到新疆 因為特色管理在搶物資耶 我前幾天看到的是海南三亞在搶物資耶 被特色管理 你要確定是台灣耶 這些都是新疆現在在被特色管理 防感冒啦 誇完就完事啦 上海之前說要被特色管理事件 結果怎麼樣 封了2個月 半夜凌晨3點50分 發布了要特色管理的通知符不符 我前幾個月就說過了 中國每次要發布一些重大的消息的時候 都會選在晚上或者是凌晨 這次更誇張3點50啦 快4點宣布喔 明天幾點要特色管理呢 你這XX喔 早上起來睡醒 哇我剩3個小時 我剩4個小時可以搶購物資 XX喔 而且說到特色管理最好笑的是什麼 中國各地啊最近推出了一個政策叫做大比武運動 聽到這裡我們海外的人可能會覺得 中國要辦一個比武招親是這樣嗎 這個大比武是什麼 是隨機抽一個社區或是小區或是這個村莊 然後演練特色管理以及核酸檢測的流程 我們真的太厲害了 中共自從建國以來就沒有變過 從1949年啊 三四十幾種折騰人的運動 包括這次 那個性質都是一樣的啦 只有在胡溫時代稍微消停一些 但這個體制本質就是如此 如果你們要繼續相信這個高樓大廈啊 有這個地鐵捷運啊 有這個手機有汽車 就可以代表中國已經進步了 跟以前不一樣的話 那我也是沒有辦法啦 全球科技都差不多 重點在體制跟政府好嗎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 中國各地比武運動比武招親的一些圖片啊 大電鎮召開全員檢測大比武活動 藍山街道還有這個大眾村召開大比武活動 還有這個汪溝鎮召開大比武活動 你們就是愛將的政府 我跟你講台灣如果弄一個這樣的齁 絕對被罵死啦 啊起碼我們有罵的權利啦 啊這就是民主自由嘛 啊你們連罵的權利都沒有 你們只能順服順從 大家還記不記得前幾個月啊 北京市委書記說過什麼話 他說未來五年啊 特色管理將常態化 結果引發了一些中國網友的不滿 但隨後啊還是有一堆粉紅跟官媒出來洗地 就算是這樣我也支持黨的這個特色管理政策啊 因為全世界只有中國最安全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本書 由中共全球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跟這個中共國務院研究中心的副主任 他撰寫出版的這本書啊 叫做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 2020年到2029年戰役增長模式 就是說未來中國這十年啊都要在這個模式下去搞一個 屬於這個特色管理的經濟 中國經濟什麼時候會好?你們偷著樂吧 中共最近還發表了一個台灣問題 新時代中國統一事業的白皮書 最後搞笑的是什麼? 裴洛西近期回美國 然後他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發表了一連串他訪問亞洲國家的一些心得 其中啊他口誤把台灣說成中國 結果變成中國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會之一 結果小粉紅紛紛高潮 說裴洛西整天又怎樣台灣人被打臉 還在撇裴洛西的腳 這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會口誤 包括你們的習主席啦 回去看裴洛西事後的記者聲明稿 還有這個發布稿線上了 他更正了台灣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社會之一 你們小粉紅就不想要去查證啊 然後小粉紅與中共一直在扭曲美國的一中政策也是很好笑啦 美國發言人跟這個美國總統還有很多人 其實都已經講得很明白了 說美國理解也了解中國的一中原則 美國也不承認台灣或中華民國目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但同時他也不支持台灣應該要獨立 但是他也不承認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對嗎?他雖然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台灣如果要獨立的話是我們的自由 他不會去阻止 但他也不支持中共要侵略統一台灣或是改變台灣的現狀 而他也承諾過了 你只要改變我們會介入 依照他的心願是不要去改變是最好 美國官員來台灣的時候也沒有說把國旗都收起來啦 之前那個陳雲林啦 在2008年的時候得到馬英九政府授權來台之後怎麼樣 很多地方都把中華民國的國旗收起來 有支持者揮中華民國的國旗都被沒收 我想必這派應該是統派的中華民國啦 當然啦中共的官員沒有台灣官方的允許是不能隨意進來的嘛 包括李克強跟習近平 不然你早來了嘛 你早來台灣的所謂神長府演講 中國偉大復興啊 代理台灣同胞怎樣啊 你還不讓14億的人高潮啊 只有深圳多家銀行啊 現在爆出了錢領不出來 卡片被凍結 這期間其實中國各地一直在輪番 然後現在輪到這個深圳 你們是在排隊輪流玩遊戲的嗎 帶大家來看這段影片吧 看完這個你們就偷折了吧 你們這應該是各地大規模的現象 我不曾在台灣看過啦 所以你說到底是 因為業務上的一些問題還是怎麼樣 你們自己相信就好了啦 說出來我們都不信啦 而爛尾樓的崛起也是中國近期特色之一啦 許多人要求政府處理 都是要下跪拉布條的 你們這種連自己權益都卑躬屈膝的 你說這種人有勇氣打台灣嗎 我才不信欸 而不知道是建商還是各地的 當地政府派出來的這個演員 好笑的是什麼 讓這些演員啊 在爛尾樓的工地假裝演戲 敲敲打打 然後一直在敲同一個地方 作秀啦 一天一百兩百塊人民幣啦 你去那邊演戲演給那些業主看啦 能拖一天是一天啦 然後現在被業主發現 要不要笑死我啦 你們就是一個作秀大國欸 連自己的房子都可以騙了 你說驚演要嚇唬台灣人 你騙鬼啊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喜歡 記得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爸的再見啦 Bye